大家好,我叫玛丽,是一名拥有一颗中国心的叙利亚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早在1998年,我的父亲第一次来到了中国。 自从那时候,他就认为中国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国家, 于是他常年晚反中国创业。 就在2016年,我们全家定居在阳城广州。 那年,我正好是上一年级的年龄, 于是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小学的学生。 不得不说,当时的我对中文一窍不通。 加上我是学校里唯一的外国小孩, 其实我心里十分害怕。 虽然一般外国人都会报读国际学校, 但是我的父亲坚定不移地鼓励着我 融入中国的教育氛围和传统习俗。 老师和同学们更是给我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和包容。 在短短时间内,就让我融入到了美丽的中国社会。 如今,在中国扎根15年,不仅让我爱上了中国迷人的传统文化, 更是让我意识并体会到中国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到底有多伟大。 在中国生活,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忍者爱人, 什么是尊老爱幼。 小时候我跟我父亲坐公交车时, 很多年轻人都会微笑着给我让座。 在广州逛街时,店里的小姐姐听到我说中文, 都会说一句, 即使我已经长大了, 这些回忆我还记忆犹新。 一个微笑,一个让座, 一个平凡的问候, 一个亲切的称赞, 让我这个外国人心里有着满满的亲切感和安全感, 让我爱上了在中国生活的每一天, 意识到什么叫美美与共, 什么叫和和共生。 记得作为一个小孩, 我完全没有想到中国会从此成为我的第二个家, 但是如今, 我已经没再想过离开中国。 日复一日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我渐渐开始入乡随俗, 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时时刻刻伴随和打动着我, 在小小年纪就开始了解中国旗袍、 书法和剪纸。 如今, 中国元素已经深深渐入了我的日常生活。 自古以来, 叙利亚人民通过丝绸之路, 与中国有密切的交往。 如今, 新时期一带一路的辉煌, 不仅在于首次开辟了东西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 更在于文化包容的心态, 互学互建的静染, 互利共赢的理念。 在中国经历的点点滴滴, 让我真心实意地希望, 做一名促进叙利亚与中国交流的使者。 我还想更深地了解这一个美丽的国度, 弘扬中国文化, 传承中华美德, 积极传播汉语, 让我们的汉语走向世界。